人生很多东西没有入过 可能那个时候 你那一板或那一分处理不好 就是说明你还没有到那个火候 可能这次世锦赛 首先很多地方不太一样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这次可能新周期第一次国际大赛 而且许昕马龙都没有参加 作为男队来说 可能都是非常年轻的这种一个年轻力量 去参加这次世锦赛吧 再一个我觉得可能确实 因为其实作为自己来说 在备战包括在每天比赛打完 可能在房间休息或者干什么时候 都会在设想决赛会是怎么样 或者会有多艰难 或者会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会有多顺利 其实各个方面都会想 所以作为自己来说 还是准备了非常多这种困难 后来再看自己有好几场球打完以后 都是松下来那种感觉 释怀了 那种情绪可能会更多吧 第一届巴黎第三年输给即可了 第三轮 当时没有想过会赢 但是觉得至少赢一局赢两局 可能觉得应该局部打出一些最想要的亮点吧 但最后确实即可那个时候整体实力 包括这种能力确实是有很大差距 然后第二届是15年苏州 苏州是首先我觉得能力上比13年要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吧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可能面对了一个目标非常明确的马龙吧 我觉得就是当时在那个时候跟他打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上来这种发动 包括准备就会差很多 从那一届来说整体我觉得比13年肯定是上了一个档次 但是特别是在遇到像马龙这种潮一流选手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会天权一些 17年开始我觉得更多磨练的可能是这种内心吧 或者是这种心智上的这种一种锤炼 17年其实自己发挥的就我认为是激进于完美了 就是打球阶赛其实那天自己发挥的也非常好 我觉得但是确实遇到了那个时候的马龙 其实那一天自己的发挥 有时候自己想想如果某英雄处理好了 可能不光是那一场比赛结果不一样 可能整个后面的这种轨迹都会不一样 但是人生很多东西没有入过 可能那个时候你那一板或那一分处理过好 就是说明你还没有到那个活后 19年自己是一号种子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樊晨东好像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就是这种感觉 当时16禁八球到梁静藤肯定是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对手 然后作为自己来说 其实当时跟他打感觉上好像赢的还是相对会多一点 但是又说实话肯定跟自己对手打 肯定大家其实水平都是差不多 或者波动之间谁发挥的更好一点 谁今天就能战机主动 所以我觉得当时那个时候 总是在可能就是在期待别人别发挥的那么好 而不是说怎么样把自己所有的能力或者是超水平发挥 去把自己这边做好 19年可能除了是2013年 然后应该是自己最早结束的一次市井赛了 我觉得对自己内心的这种爱冲击或者是这种锤炼也会非常大 经过了奥运会这种洗礼 我觉得首先从技战术层面 包括从心理抗压上 我觉得肯定是会比原来更强大一些的 因为你毕竟是去到了一个你原来从来没有触碰过的 或者这种高度或者是这样一个赛场去展示自己 当然你感受到的这种东西也会完全不一样 现在有的时候能够把一些注意力放到我怎么样这个结果 就是过程你要去做或者是需要做成什么样 当然不能够说完全能够去执行 但我认为有时候过程中自己愿意去尝试一些东西 或者是融入一些东西 这样就让自己比赛中会显得更丰满 或者是更丰富 我觉得这个层次 参加了这个比赛 你当然想成为这个比赛 或者这个赛事的一部分 或者是成为它的历史 我觉得每个运动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赛后采访也说也希望通过这个冠军能给自己带来一个质的飞业 或者一个这种更大的提升 自己就是想 别想 比得稍微使劲着 让大家感觉到沉甸甸那种感觉 没想到举猛了 角度太斜了 我后来也看大家也说 有的说 什么就是 就属于再来一圈 什么 就类似的这种 也不一定 说不定以后每次打下来成为我的标志了 对吗 嗯 Foundation 我觉得 有谁 的 这一 подт 那 这个 感谢观看